这碗面看起来好好吃,想吃吗?可是有人吃不起,亦然的,一消,打火牛肉面,老板在脸书发文,说有天傍晚看到店外,有母女三人徘徊,母亲走进店内低声问,请问有供应带用餐吗?老板这才恍然大悟,请三人进来,母亲原本只想点阳春面,小女儿想吃牛肉面,却被母亲制止,老板顿时感到心酸,原来这碗面看起来好好吃,想吃吗?可是有人吃不起,可是有人吃不起,亦然的,一消,打火牛肉面,老板在脸书发文,老板在脸书发文,说有天傍晚看到店外,有母女三人徘徊, 对这家人来说是奢侈品,聊天之后老板才知道,母亲因为脊椎受伤无法工作,念大学的大女儿也有心脏问题,全家仅靠补助过活,老板感伤之余,也发愿继续坚持带用餐,希望能满足弱势朋友。